一个匿名举报线索引出一辆可疑货车 物流公司的司机却暗中从事非法勾当 服务区突查 签出高达1800万元非法经营淹丝案 安徽五合警方远赴辽宁 十昼夜摸牌寻找犯罪源头 千里交易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4月17日晚上七点多 一辆乡试货车刚刚在徐民高速某服务区内停稳 货车司机就被一路跟踪而来的民警控制住了 他们来自于邦布市五合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软上下来一下 把鱼饵匙跟着拽来 把后面那个鱼饵匙拿给打开 我们看看 你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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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啊 民警跟踪这名司机 就是要确认 这趟运输是否涉嫌违法 这辆货车从哪里来 车上的货物究竟是什么 而这条新鲜的线索 是邦布市五合县烟草专卖局 三个小时前获得的 你好 是的 好的 我马上普及汇报 4月17日下午4点45分 邦布市烟草专卖局 接到一个匿名举报线索 举报信息涉及一辆 正在行驶中的货车 鉴于该车辆此时正途经 五合县境内 邦布市烟草专卖局 马上向五合县烟草专卖局 下达了机查指令 4月17号下午 解到了我们市局警察指令 一辆这个红色的 福天拍的一个重心卡车 通过我们的 可能戴着这个甲冒卖的岩石 入境我们的这个匿名稿数 通过我们的五合境内 要求我们上路 对着该车辆进行一个检查 烟草专卖局经常会接到 各类涉烟的举报电话和线索 不过4月17日接到的 这个匿名举报线索 却与以往不同 匿名举报人是一名男性 他在电话里说 一辆载重8吨的晚壁牌照 红色福田乡市货车 正拉着一车非法淹丝 在徐民高速上 往明光方向行驶 此时正途径 更不是五合县 一个小时后 将抵达五合锡收费站 我们以前也接到过 类似的举报电话 但是这次的一个举报电话 应该说 这个事件 地点 线路 包括他的行进的扯牌号 都是比较准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对烟草专卖品 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私自生产 运输 销售烟草制品 属于违法行为 如果该举报线索的情况属实 那么这名货车司机 已经涉嫌违法 这个国家对烟草 实行的是专卖专员制度 对烟业生产 实行的是计划种植 这个计划管理 也就是说 就从这个烟草的种植 计划下达开始 一直到这个生产 收购 这个戳烤 到这个加工复烤 到卷烟厂的这个生产 这个一直到 面向到消费者所供 这个成品卷烟 这个烟草行业 就是全面条控制 由于国家对烟草行业 进行全面条管控 所以在烟草运输环节 必须持有烟草部门 颁发的销售合同 以及准运证 方可上路 这个非法生产的烟丝 它这个原料比较低劣 它们在加工的过程中间 这个现场生产的 卫生条件也不够 有时候为了这个一次冲好 还要以硫磺熏针 用化学药品来进行加工 所以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另外还大量这个 偷讨了国家的税数 因为被举报车辆 正在行驶途中 为了保证机查的速度 和机查过程的安全 五河县烟草专卖局 马上向五河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报案 请求警方协助调查 烟草局报案是一种案件比较多 但是有间是一种案件很少 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这个信息准不准确 因为我们这个配合烟草比较多 这个有的案件呢 就是讲我们参与过以后 然后案件接过来以后 基本上是行政处罚 有的呢就是相淹这个 个体户之间啊 他们之间互相呢 就是攻击对方的那种 但是我们对这个事情呢 也是很重视 所以呢我们就是快速的 就是讲组织力量 然后对这车间是呢 进行拦截查扣 看到底是恶热局啊 还是数量比较小啊 还是这个知道我们 这个搞政查的这块的 来把它这个案件查下去 接警后 五河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民警 与县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一起 立即驱车前往徐民高速 五河西收费站 准备堵截检查 被举报的乡市货车 晚上六点半左右 守候在五河西收费站的民警 发现了被举报的那辆 晚闭牌照的乡市货车 但是为了避免在收费站 引发冲撞卡口或交通事故 民警决定先沿途跟踪该车 带其进入服务区停车时 再进行检查 你看看正贵 你看这车 对 很正贵的 但它这个车 它这种相似 它还带有很大的一个缝闭性 你看它这个车的外表看起来 是不是特别干净 从外形上看 这辆货车与路面上行驶的 其他货车并无异样 并且车厢尾部 还贴有正规的装货封条 驾驶员也很遵守交规 车速一直控制在标准限速之内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我们就在想 就像这种比较正规的这种 中大型的机装厢 这种也不一定就是装厌式的 因为我们以前搞的很多案件 都是一般小型的那种 武林宏光什么的 或者是更小型一点的那种相似货车 但是你想像这种中大型的 而且是物流公司的货车 它来做这种颜色声音 我们应该讲没遇到过 像这种到底里面装的是颜色 还是真的确定不了 但是既然报警了这块 我们想还是跟踪到底 看到底是什么真相 晚上七点二十二分 民进跟随嫌疑车辆 行驶了近五十公里后 该车终于驶入了一个服务区 把鱼鳥鳥给他拽点 把后面那个鱼鳥拿给他打开 我们看看 来来来来 这点东西看上来 这也看一看啊 我不会跑 我知道你不会跑 因为我们驾驶 要说就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吧 哎呀 我不会跑 真的不会跑 我们也跑不掉 是不是 这什么货吗 我来看我来看 好你看 我来我来 我们去查他的时候 就是爷妹让我们 就是费勒达斯 他自己就把车打开了 然后还讲了 你看这都有缝条 这个缝条 我们不能是一打 但是呢你们查了 那个我可以打开给你们看 驾驶员呢 意思是他辣的都是大米 怎么可能是违禁物品呢 但是当车厢门打开的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闻到了一股 浓重的烟产 我也想看点 我拿去 好 试一下 全面一起干啥了 全面 全面要试 不许啊 对对 对对 这是确实 是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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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量还挺大 对 全部都确实了 对 都确实了 确实味挺重的 确实也对 那么这样 这样子弄来 那你拿得下来看看 行 可以 慢慢 弄在下来 慢点 请在场的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 鉴定 车厢内 编织袋里 装的的确都是烟丝 另外 在靠近车厢门口处 确实也落着几袋大米 然而 面对车厢内的这些烟丝 司机杨某光 却显得十分委屈 嗯 嗯 烟味挺大 我们就对驾驶员错不分了 你不是说是大米吗 为什么是厌室 驾驶员想 这不是大米吗 他们给我讲是大米 我就以为是大米 那至于为什么是厌室 我也搞不清楚 我就是一个驾驶员 就是送货的 人家给我钱 我就给他搞运输 我们当时也想 那如果是他讲的这种情况 那他也够不成犯罪 因为我们驾驶员 就是这个话 我也不知道 是吧 货车司机杨某光的话 是否属实 这些非法烟丝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发货的又是什么人 这些烟丝 将被运往哪里 还有太多疑问 需要解开 民警决定 将杨某光 带回五合县公安局 进行询问 就是我们把他带到我们这个执法办案中 当时我们也没把他当作嫌疑人 我们把他当作那个证人的询问室 然后对他进行询问 然后做个比如 当时呢我们就说 就是你拉的这个车子是什么情况 你的这个个人是什么情况 然后他就介绍 他是那个乌湖市那个铁塔不留公司的那个驾驶员 他是有 他自己买的那个集装箱挂靠在那个铁塔不留公司 他挂靠的目的呢 主要是给那个乌湖卷验塔 往全国各地这个送卷 送卷验呢 他去的地方呢 去东北的吃货比较多 杨某光告诉民警 按照物流公司的规定 司机在往各地运送完货物后 应将车辆空使回公司 但在实际操作中 很多司机会选择在回程时 接一些顺路的货运私火 挣些外快 这已经成了物流司机圈子里 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我们一般的把货送到目的地之后 一般的回来的话 都会在网络上面 通过网络平台去找 找一点回头货再回去的 一般的不会空车往回跑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钱赚了 我们够赚点钱对吧 对 杨某光称 4月14日 公司指派他把一批香烟 运到辽宁省辽阳市 他照例在一个物流平台 留下联系方式 在他出发前 一个微信名叫芙蓉的人 与他取得联系 有一个人呢 主动加了我微信 他说 你是有送货到东北来的吗 我说是的 他说有一车大米到附近 湛州的 问我去不去 我说是这样的 我说那你能给多少钱 他说那给你一万四你跑不跑 我说一万四可以 一万四还可以跑一跑 4月15日 杨某光抵达辽阳 卸完货后 他打电话 联系这个微信名为芙蓉的人 一听对方是女性 他更觉得踏实可靠 随后便开车去了女货主提供的装货地点 他当时我下了高速之后 我打了电话之后 他说在加油站那边有个人接我 我到了加油站之后 有一个男的过来敲我们 他说是不是我来钻大米的驾驶员 我说是的 他就问我吃饭了没有 我说我还没来得及吃饭 他说这样子吧 我陪你去吃饭 然后呢我这边给你去装货去 然后他另外就叫一个人 把我车开过去装货去了 我就跟跟接我这个人呢 我俩就去吃饭去了 等我们吃完饭过来之后呢 回来回到加油站的时候 车已经开过来了 上了分钱 然后我也没多想 他就说问我几天 霍主呢就讲是大米 然后让我拉到这个福建 我就是以为是大米 然后就把这则大米呢 就是往福建送 没想到送到这被你们查课了 查课过以后 结果打开这个箱子 一看是烟尸 我看到这种情况 我也很奇怪 怎么能会是烟尸呢 我也是受害人 这个你要给我写清楚 我也是受害人 我不知道这件事 他就是这样给我们 反复的辩解 杨某光的表现和言辞 让询问他的民警 不禁有些动摇 眼前这个委屈巴巴 瘦弱斯文的中年男子 也许真的是被人利用了 我们也脑子里面也在想 就讲他讲这个话 有可能是真的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是真的 是太正常了 就仅凭当时那种情况 这个不好对他 进行立案调查的 就是只能把人 就是先放回去 然后这个案件 我们再慢慢说理 在询问杨某光的同时 另一组民警 正对其驾驶的货车 进行仔细检查 一个意外的发现 让这名貌似无辜的司机 陷了原形 当时我们就是主要是 为了检查车上货物的装载量 同时呢我们对杨某光 货车的驾驶室 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搜查 当时在杨某光这个驾驶座的 一个坐垫底下 当时我们发现了一部手机 这晚上找到个手机了 手机赶快叫个部长 部长那边正在乘 行 好 我马上拿过去 当杨某光看到民警 拿着这部手机走进来时 他的表现相比之前 仿佛换了一个人 我们拿着手机以后 他立马就愣了 他就不直升了 然后就是要做得很直 然后就在那时时地盯着 等我们讲话呢 在民警询问下 杨某光承认 这部手机是自己的 民警查看了手机里的短信记录 发现杨某光 并非像他自己之前所说的那样 清白无辜 这个就是杨某光的手机 我们通过对杨某光这个手机 进行检查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 叫灯塔女的这个人 和杨某光一直有这个 短信联系 短信的内容就是 就是驾驶员 然后拉货方面的 从这里面判断 它是不止一车 你看这个 从2019年7月22号 你看他一直在交流 好像一直都有这个货物 在卸货呀 在上车 杨某光和灯塔女之间的短信内容 耐人寻味 这成了民警审讯的突破口 看完手机以后 然后我们就问他 看这个大姐是谁 你很有技术 你能避开检查 能避开什么检查 你能设计好路线 你是从哪些路线 你为什么要设计这些路线 你设计这些路线的目的是干什么的 你拉的到底是什么货 你这是一次验尸吗 然后他就一直不说话 不说话 然后隔了有20分钟左右吧 然后他说了 我又不撤 拉了五次 都是从那个灯塔 然后拉到这个福建云霄 杨某光交代 短信里的灯塔女 与微信里的芙蓉是同一个人 这并非是她第一次运送烟丝 从2019年至今 她已经为灯塔女 从辽宁省灯塔市 往福建省云霄县 运送了五车非法严私 不过期间两人 只是通过电话联络 她从未见过灯塔女本人 每次在灯塔市装货的 都是相同的两名中年男子 但他们的身份 杨某光也不清楚 另外收货方也很神秘 每次都不直接告诉她 卸货的具体地点 而是等她到了大致位置后 再给她收货人的电话号码 通过杨某光的交代 民警隐约感觉到 这背后很可能是一个 有组织的生产运输 加工非法卷烟的团伙在运作 他们在辽宁生产原材料 通过正规物流公司的货车 运往福建 而后在福建制作成假冒卷烟 目前仅从杨某光交代的情况来看 按照每吨烟丝 价值10万元人民币计算 5车每车8吨的载重 案值已经高达400万元人民币 这让五合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的民警感到有些意外 400万这个数字是比较大的 我们平时跑卷烟案件 一般都是两三万五万块钱都很少很少 一年就是说能查过一期两期 这样的都算很大的了 一个是案子比较大 第二个它是作为运输人 这块是定性怎么定 这个致死水平这块 以下的这个不好认定下来 所以我们要去查治疗 要去找法条 从那个辽宁政塔 运到这个福建女校 它一共运的是五色 五色是40吨 这个价值是几百万 我们考虑到五色颜色的定性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讲 它这个上线 不停地吹出和抓紧事件的责策 定性暂时应该是 应该说 比较进行电脑转的制品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反正要听刚刚主打讲这个情况 它是不停地和这个下线在联系 下线被我们动了 那我们就尽快去这个动上线 现在的先生不是配合吗 先生的先生配合 配合的话 给他 但是 当时针对这个情况 应该说 以前呢 我们办同年间 从来没有预料过这么大恶的 所以说当时呢 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是感到比较惊讶 毕竟是第一次遇到嘛 我们这个及时呢 向领导亲的汇报 那下部的观念就是 抓住审讯 要从有警案的命运 要把整个的 他的犯罪过程 再往路线 要搞清楚 这个案件呢 我们当时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但呢 从犯罪嫌疑的交代 以及我们取得的证据方面来看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因此呢 我们连夜召开一个专案会 进行分析研究 那怎么样了老师 这边认可好了 好 不太好 这嫌疑人已经抓获 来说不交代了 但是现在他的上线的情况 是不是很清楚 上线这个 这个现在目前清楚的 就是一个女的和两个男的 这个女的呢 和大家联系的多 男的呢 这个联系的少 地点呢 他这个车要送到哪个地点 地点只能确切到 云象 在会议上 五河县公安局成立了417专案组 紧急讨论和部署 下一步侦查工作 现在我们抓获的只是运输环节 另外它还有一个这个制作 厂除 包括下面一个这个 自身神经验的一个环节 所以呢这个应该 既有上线也有下线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应该非常大 所以作为我们公安部呢 要进行全两条的打击 所以我们这个开会研究 一个是定性 第二个呢 就是要加快 我们办案接触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尤其这个女同志 她有个装置到各个方面 所以老总你要是跟您快去 好 好 考虑到这样一个嫌疑人是女性 因为我们这边有规定 就是对女性抓捕过以后 还有一些手绳 还有一些检查 所以必须要由女干去参与 所以当时县局派我去参与到 这次417的专案来 经过讨论 专案组认定 该案为特大非法经营烟丝案 决定由精真大队副队长朱延好带队 协同五合县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 于4月18日下午 启程赶赴千里之外的辽宁省 侦办此案 找到这批非法烟丝的源头 当杨某光得知 民警们已对该案件立案侦查时 他表示愿意配合警方行动 他以车辆出现故障 不能如期到达为由 稳住了上线的女货主 怎么说呢 既然违法了 那么我们肯定是配合公安机关 还有你要是想去到那里的话 我可以带你们找到 我专户的那个地方 他就是积极主动地跟我们讲 意思是这些坏人 我早就想举报他们了 我早知道我就想把这个册子 都直接开到公安局院里面 给他们带住了 现在我必须要把他们铲除掉 我要带罪立共 我知道东北的卧点 我带你们去把卧点打掉 杨某光称他可以指引民警 寻找灯塔市的两个装货点 考虑到这有利于侦察工作的开展 民警决定带上杨某光一同赶赴辽宁省灯塔市 此去路途遥远 民警们争分夺秒 但能否顺利找到幕后货主 能否成功打掉 非法淹丝背后的团伙 对于专案组民警们来说 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禁止